我们感受到 深切地感受到 乌克兰危机最终只能通过对话谈判解决 这次访问期间呢 我还感受到各方都支持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俄罗斯方面表示 俄罗斯从不反对和谈 一直支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问题 那么乌克兰方面也表示 真实和渴望和平 我感觉到啊 双方呢并没有关死和谈的大门 那么我们认为啊 这个如果真想要战争停下来 挽救生命实现和平 就应该呢停止向战场输送武器 否则只会不断推高紧张局势 螺旋式上升的这个风险 中方始终认为呢 困难再大 分歧再多 也要坚持和平谈判的大方向 一直到谈出停火 谈出和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